大家好,我是朱方宇,我是咱们新进厂牌XSIN的总经理兼队员 前有中国南兰民宿CBA冠军级球员朱方宇加入野球厂牌 后有李清祥公开喊话杨正两人争抢NBL职业球员杨文学加入自己的野球厂牌 而杨文学公开回应他两边都会去打比赛 不管是杨正还是李清祥 这其中肯定是愿意在休赛期多挣钱了 NBL球员比CBA球员挣得更少 他是在NBL球队被培养出来的 所以暂时无法去到CBA赚更多的钱 所以NBL的球队一般默认休赛期这些球员可以去打野球 所以打野球真的很赚钱吗 他要比职业球员赚的还多吗 事实好像真的如此 曹妍曾经在访谈中说他现在一年赚的钱 可以抵得上他的CBA职业生涯总共的收入 这一年到兜里的我觉着CBA的前几名吧 能有一拼 比你在打球的时候那是翻了不少倍 我觉得十倍都不止 你十年的这个CBA的这个 你十年不如一年呗现在 可以这么说 著名的篮球评论员苏群也曾经说过 CBA球员里也就那么几位能够赚的比较多 其他的球员其实收入并不高 所以他非常担心未来孩子们会选择走野球 还是会走职业 他为中国篮球的未来而担忧 他也曾经在直播中调侃 已经退役的CBA球员孟多 他说朱芳宇现在可能都没有孟多赚的多 因为孟多现在就是打野球发视频 一语戳破了现在比较尴尬的现实 怪不得朱芳宇现在又加入了野球场排 一边是职业球队的总经理 一边是野球球队的总经理兼球员 看来现在野球真的非常赚钱 杨正曾经还说过自己参加视讯了 但是不想打CBA 可见他知道自己在野球这边能赚更多 而去CBA那边最多只是一个板凳轮换赚不上钱 我今年去首钢失讯了 真的吗 对 但是就去了两天我就走了 那是什么意思 你是试试看要去他们的球队吗 也不是 其实我不想打 我都26了 我也没必要 而且我一直 一直也不想打职业两三 再说野球弟的这些师傅们都被公司抽了七成了 王师傅一年综合收入都有一百多万 可见野球圈有多赚钱 怪不得李清祥要挖杨文学 杨正要拉朱芳宇入自己的厂牌 而这些职业球员还愿意干做网红的绿叶 原来都是向前看向后转 我们唏嘘曾经的天才后卫张伯在28岁选择退役 因为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一剑连那样 21年始终对于篮球保持那份纯粹的热爱 我相信野球圈不管能有多赚钱 当有一个孩子他能够打职业的时候 他一定会去冲击他的职业梦想 幻想着有一天穿着中国南篮的球衣征战赛场 而不是从小就梦想着打篮球拍视频做网红